阿囉哈 大家好 這是你們喵咪大戰爭時間了 那今天的話登錄的時候呢 大家會看到我們這邊六週年的北京已經出來了 這邊狂亂小龍貓貓 各位新手還沒有拿到的話可以拿一拿 我可以當一個很不錯的一個炮灰喔 來了來了來了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不好 nice 啊我們可以抽拉霸機了沒 好像可以抽拉霸機了喔各位 喔耶拉霸機開拉 最大貓罐頭7777個獎勵 幹有這麼多個嗎 喔將從參加玩家中抽出贈送 哇欸太爽了吧 哎呦 欸他從玩家中抽出7777個欸 7777的罐頭 很爽欸但應該是只能抽一個人吧 欸好爽喔這個活動 來 拉霸機轉起來各位 好不好你現在只要有參加這些活動的話呢 你就可以去抽我們就是那個 7777的罐頭啦 來看一下齁 我一直以為他七週年才會有這個拉霸機 拉霸機來了 777 7起來 好不好這邊沒有問題好不好 777 然後他會再連續獎勵 不過通常第二次就會直接壞機了啦 壞機的話基本上他就會再給你額外的一點點喔 77 7 葡萄 7葡萄的話是什麼 機器爛了 QQ 很可愛的一個設計喔 73個 所以我們總共獲得850個罐頭 有沒有人獲得比我還更多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這邊分享一下齁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我覺得這個還算是蠻爽的欸 就是你可以那個777的獎勵 很爽欸 參加活動的話 就有機會拿到更多的那個還不錯 然後現在還有我們就是那個 半價好不好 半價抽卡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都是可以先來抽一下 但是哲平最近的話應該要先存一下齁 先存一下我們的這個鑽石這樣子 然後應該有那個 生日禮物 來來來來來 生日禮物 奶奶好不好 6週年 來打個蛋糕 哇太爽了 哇真是太爽啦 尤其是我們那個 你被抽到777個罐頭的話 你應該還要爆炸喔 如果我們有觀眾抽到777個罐頭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們一定為你鼓掌 然後順便燒死你這樣子 來了6週年 哇 其實蠻可惜的欸 因為今年可能又應該沒有什麼現場的活動喔 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去年5週年的時候他們也有找我啦 因為我是4週年有被找嘛對不對 然後5週年的時候他們原本也要找我 但是因為疫情就爆發了嘛 那今年6週年的話應該又沒有那種就是 現下活動喔 希望之後我們可能7週年或是8週年啊 可以再跟大家見面一下 我蠻期待10週年的啦 10週年感覺就會有什麼大東西出現喔 沒有問題6週年 那我希望今年啦 可以看到新的章節或什麼東西都好 但是我覺得他們現在 比較多都是往那個真傳奇關卡發展喔 那對新手來說的話可能就是會 比較沒辦法那麼快的就是體驗到就是 真傳奇的東西這樣子喔 來啦各位來啦 夜間全民性 喔耶 好我們要刷爆我們的XP了各位 太爽鳥太爽鳥 這個6週年就對了好不好 這樣6週年就對了 太爽了好不好 直接打起來 100%獲得我們的好不好 獲得我們的100萬的XP 刷到爆 喔終於聽到了我們的心聲啦是不是 哇 全民心我都來啦 XP可以刷好刷滿 不過有觀眾朋友在下面留言跟哲民講說 有另外一個刷更多XP的方法喔 那你是可以拿到200多還是多少吧 但是因為全民心這個我比較喜歡的是因為 他的關卡就是 有一關可以打很快啦 然後你一關每一關基本上就是獲得200 而且可以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所以我通常都會在這個階段趕快刷更多的XP喔 好沒問題 我們到時候就是 刷完XP再把我們所有貓貓的等級全部給他提升起來 提升起來之後我們再往50等上面升 我們的賬號就會變得更重更重好不好 你們想要看什麼關卡我們就可以打了 大家現在趕快把握我們這個全民心關卡的時間喔 真的是要好好把握一下喔 真的好不好 不跟你們開玩笑 這個XP阿真的是很重要喔 而且刷完XP之後我們可以再去那個什麼 我們那個... 這叫什麼 我們那個就是神社那邊喔 趕快把我們黃金布爾給他拿出來喔 趕快進化一下拉斯窩 不然你沒機會進化拉斯窩 速攻打起來啦 沒有問題啦 這個全民心活動開啟的話呢 我真的是要找時間齁 再把我們那個保護雷達給他買好買滿了 小克一下 小克遺情嘛對不對 小克遺情一下 然後趕快把XP刷完 那我們的帳號等級就往上提升之後呢 就可以跟大家介紹更多的一些關卡喔 說起來說我們正傳其實都打到最新的話 後面應該會有一些更恐怖的挑戰出現了 應該是OK 今天就是刷給他爽好不好 刷給他爽 但其實現在來說如果你有買黃金會員的話 你就可以在無限開加速拉 其實把加速開起來應該可以打更快 然後你就可以刷到更多的XP 我之前的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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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刷的喔 很爽很爽 刷完之後我們再跟大家一起來計畫一下我們所有的貓咪 那我們排檔版應該就可以... 好久沒看到這個畫面了 有沒有看到 100萬XP 爽死 欸?! 我是不是可以再帶這個 這個應該是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經驗加倍對不對 然後...喔對 我要帶茶水博士啦87 我們是不是應該帶個茶水博士 我都忘記了 大家都說 你那個... 茶水博士經驗... 那個金錢... 那個經驗值加倍你都不帶 對不對 好像有點白癡 是不是 茶水博士我記得是可以的對不對 我們帶個... 帶個茶水吧 大家都一直說 爽死你可以帶茶水帶茶水 欸除了茶水以外 還有哪一些是可以增加我們那個經驗值的嗎 都可以在下面跟這邊分享一下喔 來這個 獲得更多經驗值的方法 應該是XP吧對不對 我記得他是有這個能力的 還是我記錯了 茶水博士對不對 好我們就茶水博士放前面阿 然後... 這邊應該ok 第一個發現獲得更多經驗值的方法 帶個茶水博士 然後讓我們那個聯組 可是他是隨息力小欸 他是不是還有其他一些東西阿 能不能讓我們取得的那個... 東西更高 忘記了 反正他我記得是可以增加XP的 然後再開我們這個XP聯組 應該可以拿到更多喔 GOGOGO 再看一下好不好 爽歪爽歪 最近就是刷XP好的時間 喔我愛六周年 呵呵呵 我前一段時間真的是太久沒有遇到那種XP關卡 有夠辛苦你知道嗎 完全沒有任何的那種錢錢的感覺你知道嗎 沒有XP可以用的辛苦 大家知道嗎 現在的話基本上是一個好刷刷的時間啦 趁現在應該也快要接近暑假了對不對 暑假給他刷起來 你的那個... 你的貓貓帳號就會變得很厲害喔 反正我跟你講啦 打不贏就學哲平 超級碾壓 或是等級碾壓 基本上你就可以打得贏了 有一些關卡啦好不好 有一些關卡真的是還蠻難的 就等後面有一些就是 比較重點的角色出來之後 你再去把它抽出來 然後再打也是可以好不好 就不要這麼急阿 我覺得玩貓蛋就是不要這麼急 因為這款遊戲真的是 可以讓你玩很久喔 阿日版那邊好像7周年還8周年對不對 人家能夠活那麼久不是沒有原因的喔 他已經有他的那個美好的基礎這樣 你看 刷起來開刷 刷刷刷我們看一下這樣能拿多少喔 基本上我們一般拿的是那個 100萬XP嘛那這樣咧 23265 這樣是100萬然後23265 這樣有比較高嗎 23265 那如果我們沒有帶 沒有帶的話我們看一下 如果沒帶的話 看一下我們會拿多少 還是其實也是23265 那我們就 就很白癡欸 應該是可以拿到一些東西啦 好不好 23265 我們看一下拔掉之後的那個效果 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些更好的刷XP的方法的話 現在你也可以就是在下方留言提供給哥哥 這幾天的話 來看一下留言好了 我們來仔細看一下留言 大家有哪一些就是 欸?刷XP的小片坡 欸我們就來試試看 因為XP真的很重要啊 那像這拔掉的話 哲平這個方法是 花錢刷法啦 就是 有全民心活動的時候 趕快把那個寶物雷達全部開起來 灌這個東西 就是哲平的這個 花錢方法 那這拔的話也是巧媽教我的 因為巧媽就說 欸你既然那個 全民心要送你XP 你幹嘛不那個時候趕快刷好刷滿 反正再花那一點點錢 小媽八言就是不一樣好不好 這是巧媽交給我的 所以我都會一直沿用下去 剛剛是多少 2、3多少 欸真的欸 差快要2倍對不對 對阿差快要1.5倍吧 還行啦 所以要用這個方法來刷喔 沒有問題 那我們今天的主要就是 跟大家來慶祝一下 就是我們的貓戰 6週年活動開跑啦 拉吧機 趕快拉一下喔 然後最重要就是 你身心參加我們這個活動的話 你有機會被選為幸運兒 他會送你7777個罐頭 太爽了吧 好不好 送你7777的罐頭欸 怎麼能夠想像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 遮拼最喜歡的這個 特別紀念活動全民心 開啟了 所以我們最近的話要來刷 我們XP刷到寶了喔 沒有問題啦 最近的話應該還會有 非常非常多好玩的東西 我們就一起期待一下喔 那關於我們6週年 你有什麼想要跟貓戰說的話呢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 分享給大家知道了好不好 那我是選財劍 大家掰掰啦 我們下次再見